我们今天下午第四章开个头,把这个动词这块开个小头,不讲很多,不会讲很多,都是比较简单的,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大家之前已经了解过的一些内容, 然后动词,动词吧,在讲动词之前,按理说应该把那几个特殊的说一下,恰好我们昨天已经说完了,就是存在动词和判断动词,这两份动词呢,动词原型, 如果我们认为这两个是动词的话,它们呢,是没有形态变化的,也就是不以标志性词纳闭截纳的动词,这个涉及这个动词的分类,动词的分类,我们把这四个摘出去,摘出去,那么,我们今天开始讲动词,都讲动词的什么呢, 像学任何一种其他语言一样,我们最起码得知道动词原型是啥,对吧,我们学英语说去,就是go,来,就是come,我们要知道它这个动词原型是什么,然后呢,还有一些动词的语法范畴,我们应该了解的是什么,这动词怎么用,比如说时,我们在英语中把这个东西可能统成为时态了,对吧, 但其实动词的时态是两种概念,是两个概念,我们分开来讲,在漫语中,讲动词的时态是体, 我们讲这个动词的时态是体,这是最重要的,尤其是时,那么除了这四个 语法范畴以外,我们可能还要讲一下,动词如何变成形容词或者名词,刚才在这举例的那个打三笔变成打三笔,打三笔是明显的动词原型,变成打三笔了,那这个打三笔既是动词,又是名词,又是形容词,也就是这个它兼具三类词的功能, 这个我们会作为一个专题来讲,还有一些动词我们要单拿出来讲,因为它比较特殊,比如说能愿动词,能愿动词指的是什么呀? 啥叫能愿呀?比如说我说,我能开车,这个能就是个动词,开车也是个动词,我能吃饭,这个能和吃都是动词,这个能就是一种能愿动词,它比较特殊, 还有,比如说我可以去,你看可以也是动词,它也是一种能愿动词,有个地方叫情态动词,去也是动词,这一类的我们要单拿出来讲一下, 还有一类的是什么呀?住动词,住动词,蛮语中比较典型的有三个住动词,大家都见过,刚才咱们举那几个例子,在作业中,我都给大家藏进去了, 一个是生比,一个是恩比,还有一个是丁比,这就是住动词,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动词原型,至少我们先要讲动词原型,动词原型最简单,今天讲这节课的目的呢? 第一是让大家知道什么是动词原型,第二,要让大家积累一些常用的动词,常用的动词,一会我们举例子,然后用来造一些简单的这个句子, 第一种,第一种,咱先从动词的实来讲,动词原型,我们从实的概念来说,把它又称为一般现代实,所以我们第一个概念,动词的实里面第一个,叫做一般现代实, 我要说明的是,在一些语法书中,也把它称为现在将来实,没有问题,因为这些学生考虑到,动词原型既可以表示现在,又可以表示将来,这个可以理解吗? 用英语去理解,I go to school,既可以表示我现在要去,或者每天都去,也可以表示我即将去,对吧?I go to school,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呢,这个名称不唯一,只是我们将它称为一般现代实,就是,它的标志就是隐蔽结尾, 我现在说的这些,都是判断动词和,我现在说的这些,都是判断动词和,存在动词的,我说的是,除了那四个动词以外的其他的, NB就是它的标志性词尾,标志性的词尾,比如说,我们举几个动词的例子, 我们最喜欢的,我们最喜欢的,行为,是啥呀?吃,吃是啥呀? 准备,对吧?准备,就是吃,这肯定要记住,准备。 光吃不行啊,还得喝呀,对吧?喝是啥呀?我们先写一下。 这个是喝,不要说Omi-ki,Omi-ki是,它的起始是,请喝,咱们现在说的都是动词原型,Omi-bi。 Omi-bi的意思就是喝,它喝这东西,不一定是水,还可以是啥呀? 是,我知道是,还可以是酒,我说,不一定非得是液体,还可以是气体。 比如,比如,喝,喝什么气体呀?吸氧。吸氧,可以,喝,可以。抽烟,抽烟那个抽,用口名比,喝烟。 其实,我们南方地区,有一些地方说的就是喝烟。 因为它是流体嘛,气体和液体都是流体这样的,进去了,就叫口名比。 吃喝,除了吃喝,咱还得啥呀?玩啊,玩。 玩儿,玩儿,这要记住。 玩儿,这要记住。 喝飞,是吧?喝金饼。 这是玩儿,喝金饼,是吧?吃喝玩儿, 还算啥呢?乐,得行乐。吃喝玩儿乐的乐,指的是行乐。 做开心的事,变得快乐。这个乐,是这个。 挺长,乐,乐的还挺不容易,是吧? 然后喝喝酒。 Avenue 都没喝。 唱哲也可以等你?! 唱哲也可以等你? 唱哲也可以等你AC WiiCילC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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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i? 涉 replace mich? 唱哲也可以等你了,不过? 或者是,它常用的一個名詞是這個,念什麼樣的,你先寫。 它的名詞是,守珍。守珍的意思是名詞,快樂。快樂,祝你生日快樂。 新年快樂,祝你生日快樂,守珍的意思。 都可以用這個詞。 這只恨而樂,這四種,讓我想起一個很好玩的事。 忘了每期培訓了,培訓完了,一個在讀的學生,送了我一個畫像。 他畫著我,講課圖,張三爺講課圖。 後邊畫了黑板,就寫了這四個字,吃喝玩樂。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他把這個樂寫的錯了,寫錯的還錯的非常好, 它少了一個點兒,寫成了守珍拉比。 我在想,是不是,名詞中的意思是告訴我,行樂少一點。 吃喝玩樂,都會了,那咱就得學習了。 動詞學習是,説經兵。 平時用的動詞,比如說來,比如說去,來是啥呢? 來是,精兵。 來是,精兵。去是,夠。 够,有点像,是什么呢? 格伦比,格伦比。 我们发现,满语和汉语,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语系中的,完全不同的语。 但是呢,偶尔就发现这两种语言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仅是语音上有联系,词汇上有联系,甚至在语法上也有很多联系。 可能是两个族群一直以来接触的结果,也可能只是一种巧合。 比如说格伦比,有些人写论文说,汉语方言格,来源于满语的格伦比。 我,什么叫汉语方言格呀?我说一句,你就听懂吗?我说你格哪儿去呀?意思是啥呀?你去哪儿啊? 但是后来又有学者写论文说,这种说法纯属扯淡。 为什么呀?在古汉语中,很早以前就有这么一个字,叫个。 这个,这个个的意思就是智,去的意思。 所以他说,你为了写篇论文就瞎扯淡,这是不行的。 但是呢,我们通常,前者又很有忽悠力。很多人乐意相信说,格,来源于满语。 尤其是他举不上例的时候,咱们成德地区也好,东北地区也好。 只要他听不懂的汉语语,他写不出来的汉语词,他都认为是满语。 比如说,波勒盖子。波勒盖子不是满语。 他是啥?不知道。 我们只能认为他是一个东北部地区的方言,汉语方言。 他怎么来的?我没有考证过。 但是我们不能瞎说,说他来源于满语。 但是有一些确实来源于满语。 比如说,马乎。比如说,炸乎。 这些,比如说,那天说那个,储户,或者储户。 他确实来源于满语。 炸乎,就是插户。 插户的意思是托付。 撒户就是托付大陆。 这就是那个,炸乎的由来。 还有一些词,对于动植物的命名,在咱们当地也是有体现的。 比如说有一种植物,叫做哈拉海。 你们没听说过是吧? 有人可能听说过。 可以贴波勒。 还可以入药。 他,现在那个音,我不知道是读寻麻,还是浅麻。 应该是,寻麻辣。 这个东西在我们这儿,有一部分人称之为哈拉海。 这就是蛮语哈拉海,对这个植物的称呼。 还有一种称呼叫做习吗? 你说习吗? 你们是不是有人知道了? 年轻人不知道。 没受过那种苦,没吃过习乎馅的那个。 不,我不知道。 那个格勒比,是去。 回,是啥呀? 返回。 今天咱们那个举个例子。 不得人比。 是吧? 不得人比。 是吧? 是吧? 不得人比是回。 他们上午举个例子说。 回家。 怎么说呀? 不得不得人比。 不得不得人比。 回家。 像是家那个方向。 不得不得人比。 他这个存在有, 要宾比。 这个制度就行。 不过多举例子。 不得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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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咱们也学了。 哎, 亚奉比。 亚奉比。 这个亚奉比呀。 其实应该用哪个字, 我认为翻译的更精准呢? 用行 这个行啊 既有走的意思 又有行事之行的意思 恰巧 雅昆比 既是走路之走 也是行事之行 我说 夫妻二人 但行好事 行好事 就是行好事 听一听就知道 有什么疑问吗 这宾比 宾比就是宾 就是有或者在 有或者在 是一个完整的形式 那个宾我们可以认为 宾比的简体 可以认为他俩呢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怎么跟万缕法 我也不太清楚 也解释不清楚 雅昆比是走 跟雅昆比 相同的一个词呢 其实我认为 只是一个语流音变 导致的这么一个词 叫做 叫做 这个词 通常会弱化成一个跟乌似的 雅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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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就成了 雅昆比 它俩是一个词 所以你直接说雅昆比也行 雅昆比也行 雅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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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哭。 我得哭。 我寫着哭,你们看,走走走。 哭是啥呀? 哭是啥。 那个哭是啥? 松某 絕對 枯 小色的 宋者 松某 松某 重 說 說話的說 話是啥來的 語言是啥來的 說話的說是啥 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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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話和想像是啥 說蠻語咋說呀 說蠻語 蠻語漢語證 symbol 也可以不加那個波 你說說 You talk to me feat 說 能感觉学过,就是想不起来,是吧? 听是什么呢? 童竞比,欧恩基,童竞比。 童竞比,童竞比就是听,我说请听,童竞比,请听我的话。 童竞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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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在哪里? 方钦别 方钦别的意思是 有问就有答 回答我们也说过这个词 只是你们忘了而已 回答是啥呢? 假公笔 假公笔 是吧? 假公笔是回答 所以我说你们前两天的东西 要使劲地背 你后边就会很轻松 咱们的例子不会给你找那些 鸡爪爪的这个例子 常见的 假公笔 回答 还有一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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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达文笔是做 写阿达文笔 做啥呢? 做 或者写 写字 也是阿达文笔 写字就是做字 还有做做也是它 阿达文笔 其实就是装 装相 这个词译可以先不计 是吧? 就是 装插 阿达文笔 就是很牛逼的样子 阿达文笔 就是装插 没本事 装 装有本事 像我现在这样就是在装插 阿达文笔就是 然后大家现在都坐着呢 这个东西 也要不写 很简单 叫什么? 空笔就是空笔 空笔就是坐 也是坐落的意思 如果坐落是它 居住也是它 就是坐或者住都是它 空笔 坐或者居住 居 不是它 坐或者居住 空笔 坐 站 站着 对吧? 你们坐着我站着 你们吃着我看着 这些个动词还是要 会 都会了 对吧? 我们用最笨的方法 先把这个移民笔说一下 这个站 站 站是以立 以立 是它这个 以令笔 以令笔是站 站立 那么我们有时候可以写一些短的东西 比如说就刚才那句话 你们吃着我看着 最简单的说话就是说 叫笔 笔 翻笔 对吧? 你们吃吗? 我站着 你们坐着 不是 你们吃着我看着 你们坐着说 叫笔 我站着 笔 一定笔 对吧? 这就挺好玩的小句子 看没几个了? 读书之读 我要再复述一遍 因为这些都是重要的词 读今天上午还说了呢? 胡拉米 读啊 读啊 海啊 公鸡打鸣啊 都是这胡拉米 读 读 胡拉米 有没有 那些都可以做了 对 有一些都可以做了 对 这些都可以做了 我走到 什么都可以做了 对 我走到 这些都可以做了 废都可以做了 对 看没 後面那個,剛說完,沒幾秒鐘,拿來的,OMB,就是這個手勢嘛,OMB,OK,可以,可以,這是一個作為情態動詞,或者說能源動詞, 它也,它的本意其實作為十一動詞,成為,或者處於某種狀態,達到某種狀態,成為,可以,OMB,我說,我可以喝你的水花,你說OMB,可以,這個也是一個能源動詞,要記住, MUT,是吧,MUTAMB,MUTAMB也是一個能源動詞,它表示能,能幹啥啥啥,能什麼什麼什麼, 它其實既可以直接接名詞性編語,名詞性結構當編語,也可以跟其他動詞連著使用,我說我能滿語,其實就是我能說滿語,對吧, 你可以說滿語,也可以,你說滿語,可以跟其他動詞一起用,也可以單用,MUTAMB,也可以,你可以說這些例子,不用想,不用記, 就是先記這些這些詞,不和明能,還有一個詞叫會,我會,烙餅,這烙餅叫會, 念什麼,巴哈,見到這個圈兒肯定是個哈,你都不用去數字牙去,巴哈娜,是吧,巴哈南比,這個巴哈南比的意思是,能, 能,這個能,這個能,不是,不是能,不是能,是會,這個會呢,也可以直接加名詞性結構當編語,比如說我會滿語,就是, 可以,也可以,也可以這個詞與其他動詞配合使用,我會說滿語,那就是, 那就是,咱還沒學那個,那種表達方式,會, 別嘆氣啊,別嘆氣啊,別嘆氣啊,別嘆氣,咱還有兩三個,就可以,可以的, 再撐一撐,啊,來撐一撐,扶你起來,你還能學啊,扶你起來,你還能學啊, 這個,剛說完了,也就是一筆帶過了, 森比,稱說,稱作,稱為,我的名字叫巴圖, 明尼格古巴巴圖森比,這個,你說咱們再舉這個例子,森比, 一個也講過了, 上午也說了,佛這個詞得記住, 很燙比,就是打,很燙比,是打, 好,最後一個詞,就是逗大家玩的,開心的,不用記,大家可以認一下, 因為我老是說,我想讓你見住,這個,這個不用記,大家不能看一下,開心一下就好, 這就是啥呀, 除過,或者除過, 它翻譯過來叫挑縮,挑縮, 這是一個意思,還有一個意思是,醋個紅,啥是醋個紅呢, 就是,就讓那狗去咬人去,咱們這可能是,我不知道你們這怎麼說, 我們這說的那個,醋狗聲是粗粗, 一說粗粗就是,讓它上去咬人去,或者讓它快跑,這叫粗粗, 這種詞吧,挺好玩的,我問了一些個,我學蒙古語過程中我就問, 我說你們家叫羊怎麼叫呀?因為我家沒養過羊,咱們家都養過雞啥的,叫雞怎麼叫呀? 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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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叫貓呢?各地可能不一樣,我們這叫貓是, 叫狗呢? 叫豬呢? 俵喵 Facilities 餵豬的時候都叫,因為我家沒養過羊,我不知道怎麼叫羊, 後來我就問她她,我算了一個說稱呼呼呼呼的商, 我也沒記住,咱們現在不養動物了,不養這些家畜了, 很难知道这些叫法 一个是叫才来 一个是赶着走 对吧 我们赶的时候通常去 就是去 还有那个我们赶住的时候 不知道是啥意思 就是什么绝溜绝溜 可能就是倦礼 倦礼 不知道是什么 好 这些动词 我们那个 很重要 讲了这么多 我们休息一会 休息一会 休息一会